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le 往火下去 我是納斯 今晚玩的是FreeFile的百慕達 經典模式 然後 哇 我是那個 Elita Pass 勳章第二名 這樣會不會太顯眼啦 欸 這個 好吧 因為我不太喜歡就是那個 勳章的那個數量上看盤 覺得有點就是 太高調 因為我其實課那個Elita Pass 其實就是要嘛就是為了他的服裝啦 或者是他裡面的獎品 要嘛可能就是他有一個什麼特殊的東西 像這一集Elita Pass我會課是因為 他有那個啦 凱莉的那個覺醒的覺醒石 所以我才課的 對 因為目前商城沒有看到有販賣覺醒石 所以我只是為了一個覺醒石去 買了一個Elita Pass這樣 呵呵呵 然後我最好是跳皮大劍喔 目前看到大概兩三個三個 兩個敵人吧 對 差不多 好 落地 我們就撿槍 一把驅使 兩把驅使嗎 好 你看 這就是我常常在說的 喔 有 有 有一把SKAR 但遇到XM8應該就會GG啦 我發現 SKAR跟XM8打真的是 嘖太懸殊了 XM8有點誇張 喔 說人人道 說槍槍道 喔 MP40可以 OK 山上有一隻 喔 看到啦 樹那邊 喔 殘血 他要去打喔 所以我發現 現在我拿那個 XM8 我拿SKAR 那個叫什麼 泰坦SKAR跟XM8 性感怪獸打 可是這邊有一隻 這樣 欸 我剛剛 我剛剛紅血是那個 凱莉覺醒的技能 還蠻痛的感覺 但如果這個AWN 不是這個AWN 這個技能搭配AWN 我算過了 就是 我預計這個技能練滿的話 應該是140%的傷害 或130% 我們假設要30% 130%好了 那你如果AWN打身 有一個敵人 左邊 有一隻 假設你 AWN打身體一發 是150傷害 那 你如果是加成130%的話 大概是 加45滴的傷害 也就是你打身體 一發 就有195滴的傷害 就是這個技能練上去 然後再加AWN的話 那如果有140%的傷害的話 大概是 4520 C4566 那你大概是 210的傷害 等於說你打身體 我們先不算防彈衣啊 不算頭盔那些 就是 一般來講 打身體的話是150滴 那如果你 技能可以練到 140%的傷害加成的話 你可以打到210滴的傷害 等於說你打身體一發就直接死了 你就不用刻意去秒頭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能好用在這裡 但是 其實還是見仁見智啊 因為 像我有問過拿鐵 私底下問過拿鐵說 他覺得這個技能實用嗎 他覺得 這個技能他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他覺得 要跑7秒 太麻煩 而且跑完7秒你停下來 5秒內要開箱太麻煩 我是覺得 是還好啦 跟大家找到那個招呼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 就是 這技能其實就見仁見智 我覺得 多一 我覺得 簡單來講 我覺得這個技能呢 呃 有兩種初期 一種初期是你技能還沒有練上去 那你如果技能練上去 再 進入遊戲的初期 我就蠻好用 因為你在最後一圈 其實要跑7秒太困難了 但我覺得前期如果有這個傷害 算是一個 不錯的優勢啦 不錯的優勢 就是你如果有跑到7秒 打人的話 再加上拿AWN的話 會蠻痛的 那XM8的話 30d的話 可能要算一下 30d 如果是加140%的傷害 欸 花束有 我聽到敵人的聲音了 有 有一隻 30d 寫XM8 打一個人的話 假設啦 那乘以 140%大概是 0 乘以0.4的話 呃 我想一下 我算一下 大概 12滴血吧 30d 加12滴血 欸 等一下 30 加12 是42滴血啊 等於說你打第一滴 第一發是42滴血 然後後面30滴的話 我看一下要數 要多少 200-42 200-40 160嘛 158 158除以30 大概 6發左右吧 6發的 XM8可以打死一個人 這樣 對差不多6發 因為你 一般來講 一發是30d嘛 你打6發才180滴血 那你如果打5發 150滴血 欸不對 你打6發 喔那這樣應該要7發 差不多也是7發欸 嘖 其實XM8 因為你的那個 槍支的傷害越低啊 你的加成越不明顯 你的槍支 傷害越高 加成越明顯 對 像閃彈槍或狙擊槍 我覺得就蠻適合這個 呃這個技能的 就是這個 凱莉覺醒的技能這樣 因為你XM8 不是XM8 AW的傷害夠高 哇三隻欸 黃圈裡面有三隻 因為你AW的傷害夠高 然後CG15也不錯 然後 閃彈槍也不錯 欸他 還在這裡 他還跟我蹲欸 欸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把你殺掉 不然會變非法組隊喔 而且 嘖 這樣不殺掉我怕那個 我 跟你蹲回來了喔 不好意思 觀眾 還是要殺啦喔 不殺沒辦法 對 會被當非法組隊喔 或者是 我不殺的話 其實這樣也 蠻不好 因為我怕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觀眾 他會故意蹲 然後 我不殺他 他下一秒就把我殺死了 這樣也蠻不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就 殺完我再蹲 這樣我看得到這樣 好不好 就不要開槍 噢 對我剛剛 XM8爆頭是66吧 對不對 66滴血 那如果是加成130%的話 66滴 他是不是又要下來 他下來 66的話 乘以0.3 18 18 18 19 加19滴啊 70 大概75滴血吧 欸沒有 66加 等一下 我現在算得有點亂 還沒死啊 19滴 76 76 當然爆頭85滴血啦 XM8 如果是130%的 加成130%的傷害 爆頭85滴 然後你66的話 原本大概要打 呃 4發 爆頭 我才會死嘛 那你如果是85滴血的話 大概是打 3發 欸沒有 2發 2發就會死 欸沒有 欸 等一下我想一下 66 好難算喔 等一下好像在34- 134除以 呃134-85 呃 80 呃 200-85啊 等於115嘛 他115 再除以66 大概3發啦 3發 2 欸 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好難算喔 66 13 132加 85 好可以 3發 3發可以死 原本可能要打 對 原本要打 原本差1發 爆頭要打 4發 敵人才會死 可是如果你有這個技能的話 只要打3發 第一發中然後 後面2發再中他就死了 如果全部爆頭來算的話 這樣大家感覺出差別嗎 所以這個技能其實 重點在於就是你要盡可能 如果你不是高傷害的槍的話 你要盡可能爆頭 這個傷害才會加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這邊有一個敵人 但我覺得打身體的話也不如小補啦 因為你傷害比較高的話 你可以用更少的子彈把它殺掉這樣 比如說你先拿MP40把它掃到有點 可能剩150滴血 然後你在用XM8用那個快速的 跑7秒的技能 可能在打他 他就會用比較少的子彈把它擊殺掉這樣 好現在剩最後兩個敵人了 我猜應該是在中間或樓下吧 樓上應該是沒人 我這邊木屋應該是沒人 沒有人 他剛剛看起來好像在歸誰 所以我猜應該是樓下有人 我繞一下好了 看一下 樓下 是嗎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用 OK 已經殺掉 吃雞了 欸 喔沒有還有一隻 欸還有一隻 等一下 我忘了我忘了還有 喔左邊有一隻 他沒看到我欸 我剛剛以為要吃雞了 我做動作想說跟大家說拜拜 還有一隻 欸他沒看到我欸 不然我再做個動作 跟大家say hello 嗨 好認真點認真點 呵呵呵 好,沒抬到槍 他可以射掉,好 剛剛那個敵人看起來好呆萌呆萌的感覺 很可愛可愛的感覺 他應該是新手啦 感覺應該是新手 他沒有發現我的存在 呆萌呆萌的 感覺最近freefire應該也有一些新手陸續來玩 還不錯這樣 好,這場酒莎吃雞 總之凱莉覺醒的技能就看你個人 因為其實覺醒之後 你原本凱莉的技能也算是額外的技能 所以你不能用覺醒的技能之後 就包含跑速 沒有,跑速你要再額外帶這樣 所以就看個人 我是覺得對我來說我是喜歡這個技能啦 雖然說沒有到很強 但我覺得還算OK,可以接受 好啦,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假日到早上九點 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 用訂閱內容不要用首頁 下次影片再見,各位掰掰 好,謝謝 感谢观看